華為最新發布手機顯示 中國晶片技術除得突破 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 就呼籲商務部禁止向華為出口所有技術 優麗明的報導 華為發布Mate 60 Pro新手機 研究機構Tech Insights表示 該型號的手機 再有由中心國際生產的7nm晶片5G應用處理器 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 共和黨議員加拉格爾表示 華為最新手機在有晶片不可能沒有用美國技術生產 認為中心有可能違反了美方的制裁 要求商務部應該禁止向華為和中心出口所有技術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考爾表示 中心向華為供應晶片似乎已經違反了美國的制裁措施 並認為中國有可能試圖壟斷較低技術 而且不受美國出口限制的晶片市場 此外對於華爾街日報、路透社等報導 中國政府要求部分官員停止在工作上使用蘋果手機 加拉格爾認為這是為限制西方公司進入中國市場 蘋果公司的股價也因此事而下跌 另外,微軟表示 在5月和6月先後有美國官員電郵帳戶租入侵 是由於有中國黑客 從微軟的工程人員偷取敏感資料 然後取得加密密碼時例入侵美國官員的帳戶 包括美國駐華大使白欣斯和商務部長雷蒙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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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